它的頭是非常好的頭 它這個頭裡面有晶片 全部都是自己設計的 這種是什麼蠶絲的嗎? 還是一般的布? 就是它屬於一種編織的一種絲 但是不是蠶絲的 所以它是透過這個環去調 要保固多久? 就一直保固嘛 有問題我們當然獨立的 像那個紫納克他們就講 他們是終身保固 對啊 大部分的線除非你去破壞它 要不然基本上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 那它這個接頭非常好 基本上你要抽出來 除非你用破壞性的去抽 要不然這個東西不是不會壞 這種鬆動這樣子 你去調好固定之後 比較好移動 可是它很難很精準的去移動 對 所以它移動因為一點點就夠了 待會我就可以當場 弄給你們鐵池 你就知道 那但是移動1mm以後 它其實鎖下去 它其實蠻緊 你要再去扳它 扳不動 它這個線的這個編織 還是說它這個 有touch到它本身的那個編織的部分 有啊 它就是在反應線上面 這個也是 對一樣 只是它的 所以這裡面有埋晶片在裡面 有有有 就是因為靠晶片 要不然 要不然你今天只是一個這種 比如說這個鋁合金的東西 像以前它也有啊 你去移動 沒什麼差 那個其實只是一個養震 它抓一個位置養震 你去移動那個東西 它也會改變 但是改變的這個 幅度很小 不像這個改變 這個Logo的箭頭走 它這邊是靜 這邊是粗 這邊就是粗 對 那網路線也是一樣 對 方向現在 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呢 我們跟那個代理商先生 推出了意大利ART 全新的這個Titan系列 那我們這個Titan系列 它也有訊號線 有同軸線 黃大哥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一個關於它的這個CAT-8的這個 純銀的網路線 有什麼不一樣 各位阿樂的朋友大家好 因為這一次這個ART推出了 這個新的網路線呢 基本上它是一個純銀的這個材料 做成的這個CAT-8 時下有很多的所謂的純銀材質的線材 那基本上它的特性就是 解析非常的好 速度也很快 那但是呢 在 這平響裡面呢 有可能中低頻 尤其低頻的量 是些許就少了些 是 那ART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它用銅箔 然後去編織了以後呢 去累計這個低頻的這個量 那它最主要它的D網 是用銀箔 就是把它碾壓成很薄很薄的薄片 以後呢 再去切割 切割成了大概將近一個mini的一個寬度 是 然後才去編織的 它的整個頻響 頻段都非常的好 那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是說 這個線它可以做一個調整 這個部分可以跟我們提一下 好 那這個是更特殊更神奇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它這邊有類似 遲緩好了 其實這個是它一大一特別定制的感應晶片 在裡面 那它分的頻段有 最前面這一個呢 是極高頻 再來是高頻 那中間的這一個呢 就是中頻 最後面這一個呢 就是低頻含極低頻 所以它的頻段 基本上是絕對都夠用 那神奇的就是說 當譬如說 我們以線頭為一個參考 我們往線頭的這個部分移動的話 它的解析會變高 比如說你今天要從極高去調整解析 或者是高 中頻 低頻 它都可以 那相同的 假如說我們以頭為參考 然後往後移動的話 就是厚實 比如說我低頻要增加 要多一點 我只要把這一個感應磁環往後移 重點在於 我們移動不需要多 一次只有一個millimeter 就會有所變化了 那所以說這個是非常神奇好玩的 有興趣的愛的朋友 去來感受看看 線材 它幾乎能夠當EQ在調整 這樣子 OK 這個是那個Milco的 HUB 然後配上它的那個 Berrong的線性電源 我們的參考的播放器是 Sacuric的N05XD 使用的是我們的 Classical Legend的 Ciatek的 網路線 ART的Titan系列 我們剛剛介紹的 那我們就把它接上去 那兩個其實價格大概算是很接近 那我們第一首是先聽Ciatek 然後再來再聽這個ART的 中文字幕提供 但我 想到你 working all the time 好 那我们现在先来换第二条 OK 就先这样听 然后看有什么需要改变的 需要改变的 OK好 我先把第1个 一天就要那个哈比 比它重弹太多 现在要点击 上太多 好的 和你和你的朋友 终于来 现在的真实感 要好 刚刚对比 現在就是看了一個頻段 然後把音樂稍微好 我覺得相對它背景 背景的感覺非常的好 比較淒黑一點的 然後它的彩響 也比剛剛好很多 所以一般如果買回去不用調 也有這樣的聲音 如果調錯的話 調錯或調不好 會不會說 比如說我去亂動它 會不會 會影響 現在接著我就把它調整一下 比如說我剛剛聽的感覺 我想把它調的再好一點 接著我先把它調整 比如說中頻厚度厚一點 然後密度會更高 然後低頻它會更下潛 然後低頻的量也會增加一點 然後包頻的部分我再修飾一下 更潤更圓潤 等同是網路線去調EQ這件事情 類似 就類似這樣子 那它確實 就說有沒有我們調完了 你再聽 OK OK好不好 OK 所以你現在調的是書 我現在調的是中頻 我們極高高中低寒極低 那我現在只動 往線深 這個是中頻 中頻 對 中頻的部分 中頻是這一個 好我現在往下移一點 往下移一點 OK 好 好大概就這樣差不多一個mini 打字上先這樣子 然後呢 高頻的部分呢 我修飾 潤 就是讓它再潤一點 潤一點是 一樣是往後 往後 潤一點是怎麼厚度增加 等於是厚度增加 往那個訊號端 我解釋一下 比如說我們的 我們都會對於街頭嘛 我們朝街頭的方向 前進的話 是解析 朝 離開街頭 往 往 就是說出去的那個端的話 它是 它是會變厚實 OK 那相對比如低頻 你要多一點 往後移一點 那低頻會多 那剛剛我們有講說 這裡面其實都有晶片在 對在晶片在 所以它就是靠著這個晶片去感應 那每一個晶片 它有不同的頻段 它的原理是這樣子 不過話說回來 這件事情也是你的設備 要一定的等級 去用動這種東西 才會 有改變 不會 今天你要是說 當然這條線 說貴也不便宜 那很多人或許說 這個價位 我不一定買得下去 那也有很多情況 就是說 譬如跪腳的線 拿到便宜的系統去 它會覺得 差異不大 但是這個線不會 你在便宜的系統 是一樣 那往這個方向移是 我們現在 往頭的後方移動 就是要讓它 比如 低頻多一點 中頻多一點 然後高音 高音也相對也是會 厚一點 所以一樣 就是這一邊也是往後退 也是一樣 對對對 我們以頭 作為一個參考 朝頭的方向走的話 解析 是解析 朝頭後面走是厚度 兩手 這個是 要去動 這個現在要動的是 還是在這個交響曲的部分 去動它的 我們剛剛講的 它的 高音的密度 跟中頻的厚度 都有增加 但是 我們希望在 兩端的部分 就是 音場的部分 要更好 那 音場部分要更好 我們剛剛講就是說 要讓它的 兩端的頻寬要更好 它的 整個 空間感會更好 那這樣的話 會不會造成說 我們聽別人音樂的時候 它會變得比較 沒有那麼的 厚實 不會 不會 它基本上 只要你的 平響 都能夠 兼顧到的時候 它聽什麼都熟 那你剛剛跟我們解釋一下 你動了什麼 我剛剛動的就是 極高的部分 我們往解析的部分 走了 那 我們低頻跟極低的部分 我們往厚 厚度的 厚實的部分 走了 所以各 往1mm 跟往下1mm 那因為我們剛剛聽的是 交響曲的部分 因為它有很多的樂器 跟這個現場錄的 所以這個空間感的部分 發燒友都會要求更多 都會希望說 低頻能不能再下去一點 然後 空間感的彩音 再好一點 對 OK 好 Asia 還有為什麼 1癡 5人 通常 2 3 5人 1 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提供了这个体验活动 这个体验活动呢 我们会自助成Google表单 让大家来填写 然后由代理商这边安排 去做一个现场的调整测试上面的体验 我们有限制地区 就是新竹以北的地区 然后我们只提供10个名额 给我们影片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安排好就是可以到用户家去试验这个 ART全新Titan这个网路线 来针对我们的每个用家 数位串流这一块的 它的网路上面的一个调整及改善 那当然如果在现场有成交的话 我们会提供折扣的优惠 价格的部分 那在我们的表单的部分都会有 賣个关子 那谢谢代理商王老板 来这边帮我们做这个体验上面的推广 那我们下次见 谢谢 谢谢